春天最常见的花有哪些?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春天花卉的小知识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春天是大自然的画师 它以缤纷的色彩和生机盎然的景象装点世界 在这个季节里,无数的花朵竞相绽放 为大地披上一层绚烂的华服 那么春天最常见的花有哪些呢?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美丽的花卉吧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玉金香 玉金香被誉为花中皇后 它的美丽和优雅让人无法抗拒 玉金香喜欢充足的阳光 但也能在半阴的环境下生长 这使得它成为了春天花坛中的常客 玉金香的花色繁多 红的如火、粉的四霞、白的圣雪 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不同的花语 红色的玉金香热情奔放 粉色的玉金香温柔浪漫 白色的玉金香纯洁无瑕 它们共同构成了春天最靓丽的风景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长春藤 长春藤是一种喜欢阴凉环境的植物 它可以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长春藤的枝条细长柔软 叶片翠绿可爱 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 在春天,长春藤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让人心旷神疑 在养护长春藤时 我们需要注意避免阳光直射和过度浇水 以保持其良好的生长状态 再来说说枝子花 枝子花是一种长绿灌木 它的花朵洁白如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枝子花不仅外形美观 而且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对消炎趋热具有良好的效果 在春天,枝子花会迎来盛开的季节 它的花朵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娇艳动人 在养护枝子花时 我们需要选择酸性的土壤 并保持适当的浇水量 以确保其健康生长 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吊兰 吊兰是一种天门东科的多年生长绿植物 它的花朵洁白如雪,十分好看 吊兰的筋比较短粗 叶片成件形 长度可达30厘米左右 宽度约2厘米 吊兰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在春天需要给予足够的水分 和半阴半阳的光照条件 在养护吊兰时 我们需要避免阳光直射和过度干燥的环境 以保持其叶片的翠绿和花朵的娇艳 以上就是关于春天花卉的小知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